嘿大家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 Crypto 節目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個基於在 Suite 上的生態協議叫 Fluidity 我們會帶大家來認識一下 Fluidity 背後的團隊是誰 跟他們有獲得到哪些的投資者 還有他們近期要在 Mobi 這個平台上面進行 IDO 在開始之前我要請大家 加密貨幣投資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 如果你不懂的話絕對不要亂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se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it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vice 好 我們先從他的投資者來看齊好了 從這一頁 那 Fluidity 呢 他獲得了 Circle Venture 就是 USDC 發行商 跟 Multi Coin Capital 的投資 其中裡面還有像是 LimitX Cap NGC Venture Sky Vision Capital BitScale 還有 Koji 那另外呢 他們還有各式樣的Partner 這其實跟他們後面的生態 和他使用的方式很有關係 因為這個代幣呢 其實會邊使用邊讓你賺錢 我們大概會講到他如何做到這一點 另外我們看看他這張圖 因為他們進行要做一個空投 他說 WAV2 這是他第二次給空投 然後呢 總共呢 會上一次總共有50萬筆的交易 然後呢 交易總金額高達21億美金 然後呢 給了約3萬美金的這個 ARB 代幣的獎勵 然後呢 給了4730萬個Bottles 這個是他們的 有點像是這個 呃 獎金池 然後他分幾個Bottles 所以我們待會介紹這一部分了 然後這Bottles裡面呢 有分不同的等級 比如說 基本是 Common Uncommon Rare 跟這個Ultra Rare 是這個6.45個 6450個給出去 他們後面就會有這個Fly代幣 那這時候我們就來講一下 這個協議到底做什麼事 這個協議他其實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他想要讓每一個穩定幣呢 都幫你賺錢 有點像是說你持有Tbill去進行交易 那這個怎麼做到呢 就是說 舉例來講 我們知道像現在的整個LRT賽道很大 對不對 裡面有包括像是 這個Puffer啊 Lido啊這些 對不對 他其實都在幫你賺一些基本的收益 比如說 5% 10%這樣子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想過說 如果今天你鎖在裡面 然後你同時可以把這Bee拿來使用的話呢 那這樣會不會增加你的收益 那怎麼做到呢 就是Fly代幣呢 當你存入穩定幣 他會給你一個封裝的代幣 然後這個封裝代幣呢 他是可以有一個收益在裡面的 那這時候呢 他在連結各個他們合作的項目 舉例來講 他可能在Suite鏈上面 合作各種借貸平台 和各種的這個遊戲平台好了 那當你使用到他這個代幣的時候 當然使用的時候你就花掉了嘛 對不對 但當你花的時候呢 他會再給你一筆收益 就是給你一個這個激勵 所以等於是說他激勵你去花費 但他真正想要做到的是說 比如說像我持有很多USDT 因為大部分要投項目的時候 要使用USDT 那我通常會把它丟在AVE裡面 因為AVE現在就給我20%的這個年化率 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把USDT 寄到我投資的項目方的時候呢 我可以賺取一個積分的話 那其實我有可能就會賺比這20%還要再多一點點 那這就會是來自於Fluidity 那當然呢這個困難度呢 是基於說有多少的項目方 和多少人願意收這個封裝代幣 那他的做法就是說 你只要拿到這個封裝代幣 你隨時都可以從裡面再把它領回來 這樣 好那這個是Fluidity Money 那他們Fluidity Lab又推出了各種的玩的方式 增加了一些獎金詞的概念 他就稱為這個Loot Bottle 這是他的V2版本 那這個V2版本要怎麼獲得呢 就是你必須使用這個Fluidity 就會就我們剛剛講 你必須使用他的這些封裝代幣 這封裝代幣就有很多種玩法了 因為他跟Trader Joe合作 Camila合作 所以他的玩法可以有各式各樣的方式來去做 那這裡面呢會有 各式各樣的代幣在裡面和任務 所以說你今天做各種的交易呢 都有可能獲得到更多的獎金 跟更多的這些幣 那就變成是說有一種角色呢 會使用到這個 我們不要把他想的太困難說 他要跟USDT或USDC競爭 因為記得他是有獲得到USDC的投資 所以他可能是想要把這東西 賦能在USDC上面 未來可能變成是說 我今天用100美金支付東西的時候 我有可能會獲得到一個獎勵 那這個獎勵呢可能是 某個項目的獎勵 然後我就會認識到這個項目 所以他變成有一點廣告的性質在裡面 另外呢 比如說今天是要擄空頭的人 常常會去花費 花費去買幣 花費去跨鏈橋 花費做很多這些事情 這些都可以對於定義為花費 對因為呢定義為使用 對我把我的USDC從Suite跨到Aptos 從Aptos跨到哪裡對不對 我同時可能可以挖Layer 0或Warmhole獎勵 另外呢我又可以抽到一些特殊的獎勵 透過Fluidity 所以他等於是說你在使用這些工具的同時呢 又有一個空頭的機制在裡面 然後他有一個referral 就是呢你可以叫你的朋友去使用這個產品 然後你還可以獲得到10%他們獲得的空頭獎勵 你看他在這邊AirDrop Earnings 而且這個Earnings呢其實他是有不同的等級 然後他這裡面還有分像是這個Legendary 就是傳說等級啊 然後裡面也定義著說 你會獲得到多少的獎勵這樣 好那瞭解了這一點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去使用他的產品 那現在主要是在Arbitrum這條鏈上面 然後我剛剛一直講到Suite 因為他們也會到Suite這條鏈上 然後呢可以讓你去使用 所以他這個名字也很好聽 Fluid對不對 Fluidity讓你可以在這裡面遊走 那我們也開了一個Fluidity的中文社區 然後會邀請Fluidity的創始人 進入到這中文社區裡面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歡迎可以去問Fluidity的中文社區裡面的 創始人 創始人不是中文 不會講中文啦 但是他可能可以用翻譯器這樣去翻譯一下 然後我們會把他邀請進去這樣 然後呢 他們最近會做一個這個IDO在Mobi這個平台 Mobi跟像什麼Ape Terminal 還有那個Fuel 最近都蠻紅的 然後會在Mobi上面做IDO 這個會在兩天後發生3月14號 我們現在3月12號 然後呢 你必須要持有Mobi這個代幣 好像才能參與 對 那Mobi這個代幣 你可以到這個地方去購買 通常就有兩個地方 就Uniswap跟BingX Uniswap的深度比較好 但也蠻貴 所以我建議大家 自己要做好自己的研究 真的 不要因為這樣就去買 但是呢 如果你不想要參與IDO的話 你可以單純參加他的活動 就有機會獲得到空頭 所以 我們這個頻道也是秉持 不花錢的方式 獲得到空頭 就像我們昨天給大家看 Warmhole的空頭一樣 最後我想請大家 加密歐幣投資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話 絕對不要亂碰 今天講的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send up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 It'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那我們下一期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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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